北约各国外长11月28日齐聚布鲁塞尔讨论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的问题 而美国和欧盟都在努力就进一步的军事援助达成一致 拜登政府提出的600亿美元美国军事援助计划 因国会部分共和党人的反对而陷入僵局 政府官员表示有信心让该计划获得通过 称国会中的大多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仍然支持基辅 与此同时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提出的 在4年内拨款219亿美元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提议 遭到了欧盟成员国的抵制